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牛的一座桥 六个桥墩 由五个是由自然礁石组成 上百米长的桥面 也由八十公分厚的钢梁混凝土构筑 其坚固的程度却让人惊叹 普通的炮弹打在上面 只留下一个小白点 上百公斤炸药 也只将桥面炸了个直径约一米的小洞 而且越军还在这里不以重兵 誓死也要守住他们的生命桥 然而 让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 竟然被我军的工兵用五根木材做支撑 以人工传递爆破包的土办法将其炸毁 那么 这场巅峰的夺桥大战 到底有多激烈呢 战士们为了炸掉它 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晾山看看 解放军的战士们 是如何三炸八别桥的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 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494团一营的一连 三次攻上八别山后 都被越军纵深的炮火炸了回来 于是团部在重新进行战场分析后 做出了不跑协同的策略 四打八别山 三月三日下午 二时左右突然炮火连天 大口径的榴弹炮 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 成片的香蕉林瞬间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火箭弹密集的弹雨 拖着长长的尾燕 划过长空 再次砸向原本数目不多的山头 整个山头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二三号高地上越军的火力点 几乎全部被摧毁殆尽 仅残存的少量攻势 也被战士们用火焰喷射器 一一清理干净 仅用了半个小时 就夺取了二三号两个高地 越军在八别山上 彻底失去了根基 想要再以炮火压制 步兵反击已没有了兵源 一连的战士们 也快速地由进攻转为巩固防御 他们在越军残留的攻势上 进行加固改造 新修了二十多个掩体 及三百多米欠毫 做到每人都有防炮攻势 同时还在阵地前 埋下了大量的反步兵地雷 就连后方的排击炮连也快速跟进 做好了随时支援战斗的准备 抢占了制高点后 团工兵牌也在为炸桥做准备 在工兵牌长近距离的秘密勘察后 下午四十左右 一排的工兵们 在山头战士们的火力掩护下出发了 他们每人携带两个六公斤的爆破包 向桥头前行 可刚到桥头时 就被越军桥头的暗火力发现 在一阵机枪扫射后 多人重弹倒地 失去了进攻能力 不得不退回来 第一次炸桥任务失败 但战士们并没放弃 他们认为白天去炸桥 目标过于明显 于是改用晚间偷袭 当晚 在工兵牌长 秦定亮的带领下 借着夜色的掩护 他们穿过雷区 绕过越军的哨索 成功地将108公斤炸药 运送至大桥的右侧 当他们还在堆放炸药时 问题出现了 一支越军的巡逻队 突然从桥南走来 情急之下 谭牌长只能提前引爆 一声巨响后 大桥竟然纹丝不动 只是炸出了一个 约一米见方的洞 原来当时时间紧迫 爆破包没堆紧 加上配置的位置也不大 才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更要命的是 他们这次几乎用光了 所有的爆破包 而且一时也调运不过来 怎么办 战士们想到了 用大口径的榴弹炮来炸桥 得到师部批准 在一阵紧张的准备后 12榴弹炮营 在观察哨的指引下 70多枚炮弹呼啸而出 他们飞过丛林 跨过滚滚洪流的江面 几乎全部命中目标 硝烟过后 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大桥竟然还是屹立不倒 炮弹打在上面 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白铁 那么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桥 为何会这么坚固呢 战士们将以怎样的方式 将它炸掉呢 请看下集 三炸八别桥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